5月13号那天在这个具体地点是山西吕梁的西红县 澳家湾乡 然后是死了七个 受伤十一个 作案这个人他叫什么呢 叫郭某亮 咱也叫啥就管叫大亮子吧 为什么叫大亮子呢 一会儿有讲究 他今年是27岁 有的人说他是天津人 跑哪里去的 有的可能说他就是山西人 这不清楚 他做什么职业的也不清楚 这不重要 关键问题就是他背后的身份 是不是大家有感觉了 他其实是榜一大哥 这又榜一大哥 大家懂了吧 他看中了一个女网红 这个女的也姓郭 叫郭某英 咱们管的叫小英子 因为他才21岁 才21岁呀 他其实都结婚了 看看这网红 小英子长成什么样 哎呀 长得漂亮呢 漂亮 他正点的那个图片吧 被人给打码了 然后有这个侧点 你看看人家这身材 再看看人家这皮肤 多白 吹痰可破呀 然后你再看看这侧脸 瞅着 妥妥的美女 至少在照片上是美女 对不对 你不不说美女 说这个美颜啥 美颜啥的呢 人家身材再放了 所以说女网红没毛病 姿色相当不错了 小英子吧 他开直播间 然后明明他都结婚了 他有个两岁的儿子 然后他肥底说自己是单身 你这就不对劲了 对不对 为啥呢 其实他有自己的理由 你想想 这个女主播很多人吧 她并不是想在上面展示什么才华 也并不是想什么带货卖东西啥的 她其实就是想找一些绑一大哥 给他刷礼物 给他挣钱呢 如果说我现在结婚有孩子之后 那大哥就不会来了 对不对 增加难度 所以咱也能理解 所以说吧 有的人说说他骗啥的 你这个也得注意一点 你这眼睛就笨这个来的 那还能说自己结婚吗 那咱可以理解啊 你被骗了 那存属于啥 存属于自己呢 脑子不着烦 所以说自己单身 然后大量的呢 颇为动心 那想娶了他这话 想跟他啥 你这个大哥呀 就为其护体 是吧 跟人PK 哗哗一顿刷 他就成了绑一大哥 是不是 然后呢 后来这个大量的吧 他就跟那个英子就摊牌了 意思说我想娶了你 结果啥的 结果英子同意了 其实这块就有问题了 你说 他要是在那里面说自己啊 是单身没结婚 其实那个可以理解 但是别人要是说想跟你结婚的话 你同意的话 其实这就不对劲了 这就存的片了 对不对 然后量子呢 为他准备了20万的彩礼 这钱给没给呢 没有确认 但应该是给了 咱也不知道是通过哪种方式 如果是通过刷礼物的方式 那么这个英子他拿不到这么多钱 是吧 平台有那个提成啊 有那个扣除的话 他拿不到的动作 还交税的 如果是私下来给的话 那个就全是他的 但这就是有问题 如果是私下给的话 就涉嫌那个啥 就是诈骗了 如果他在平台刷礼物 那个是不是诈骗了 对不对 可是之后这个英子就迟迟不动 最后量子就彻底急了 找到蹚家了 咱也不知道咋知道的 找到蹚家进屋一看 你儿子在那儿呱呱之叫呢 大儿子都在那儿摆着呢 还有他老公 婆婆啥都有 大 直接把英子的老公 婆婆还有儿子 全都看死 那英子咋整 也看了 但是把咱根据通 通报上说的 用两个字叫智商 明显感觉出来 伤得不重 至少不是重伤那种的 就是智商的而已 那你说咋说 我估计就是量子当时啊 就没舍得下手啊 下不去手了 但你不得不卡两下啊 是不是啊 就意思意思啊 卡了人之后 这量子就杀了出去 他开了辆白色的小汽车 开车之后 哇 就在街上横冲直撞 这就是少 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了 那可能有枪毙的 然后不想活了 祸不一瓦了 多整一个是一个 多带几个人走 就这想法 这就是危害公共安全 最终结果就是 七死十一伤 在家里面杀了三个 然后呢 又弄死了四个 还有那个十个受伤的 存不想活了 他这车是开的时候 被一个出租车给他撞了 一个出租车司机发信不对 这人是危险公共安全吗 是不是啊 在落差人 那司机停摸 咕嗡一撞 要不然的话 还应该再有伤亡的 这个司机算是挺英勇的 就阻止了他继续行凶 车已经烂了 也开不动了 这小子就跳下来了 在手里他也没什么东西 估计吧 他也没想再查人 然后他跑到了 旁边有一个小区 这个楼是三十层高的 他跑顶去了 再顶了他想咔 是吧 也想学别人来一个自杀 中过你吧 可是他在那边站着半天呢 哎呀就跳不下去 关键时候就怂了 你想学人 那玩意儿 你胆量不够啊 你咋不直接跳去呢 对于他这种人 我真的没啥了 你说这个假如说你没有冤丑的话 另一说 那玩意儿呢 在街上滥杀不服务 你这种人有四八百遍 我觉得也有啥的 有些不用再讲什么人道 是不是 咱那话也没敢跳 然后就被警察一个抓住 这个女主播吧 反正有人说 说他涉嫌那个诈骗 这彩礼二十万咋算 咱报说 反正一个事实就是 他果然单身了 彻底单身了 老公 孩子 婆婆 全没 然后有记者 那个去趟家去了 就是他父母家 家里头条件不太好 住的是窑洞 对吧 你这个条件肯定就傻一点了 就差一些了 这回他真的成单身 就这么巧 咱们说他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吧 你开直播说为了 花一点钱呢 因为你结婚了 你没啥能的 然后 说自己要是结婚的话 怕那个没人那啥捧场 我倒能理解 但是你不能说 跟榜一大哥打人 打应他结婚 对吧 既然你要打应他结婚 你要跟说明了事情 说 我那个回家离婚 把事情告诉人家 是吧 咱们不排除说 你那个啥的 你跟自己那个家里离婚了 你就你就很喜欢这男的 然后离婚 这在法律上是没毛病的 真的没毛病 我就爱上一个人了 爱上这个这老爷们了 然后我就要离婚 你说他犯法吗 他不犯法 对不对 这在社会中也是正常 你觉得自己找到真爱了 你就去 但你不能骗人 完了吗 你看男人20万财礼 如果说这个彩礼是刷礼物的话 那就不犯法了 没招了 谁追不回来 如果是存私下里接彩礼的钱 通过微信的各种方面的钱 那个就是啥 就涉嫌诈骗的 至少这钱要退回来 这没毛病的 这属于犯法的 他这会儿就是有问题的 然后咱给你说说这个榜一大哥的事 我觉得吧 这榜一大哥呢 条件很差 他存属于那种大中 大中脸充胖子的类型 是看上这个美女了 然后呢 就砸钱 你就没搞清楚一个问题吗 这个女的你想跟他结婚 然后你靠砸钱的话 如果后面你钱跟不上了 那这婚能结吗 即便是结到一起之后 人家能跟你好好过生 这就很实际的问题 如果说你就是喜欢这个人 我就看他送钱 然后我就把我钱 公司都都打给你 我觉得这个正常 对不对 那你看我讲一盆花 我就买这花 这花我特别喜欢 两万块钱 这一盆花我就买下 我就天天看上他 我看上他我一开心 有没有毛病 没毛病 那人呢 我就看这人 我就开心 我就两万也没有 我肯定的不犯法的 你不能说的是错 对不对 但是你自己财力根本上 靠钱砸出来的 结果砸完钱之后 自己身上蹦着就无了 咱们大概率来讲 他基本上就是倾家荡产的 因为如果他要是 再有个两千万 真是有那种实力的人 这二十万财力丢了 他至于走这条路吗 对不对 他肯定就是身上 钱就都没了 然后觉得自己被骗了 受不了 钱也追不回来了 干脆就不活了 那这种咱们就说 就算这个女主播 人家跟你啥 就是人家确实在身 完了跟你结婚了 那这种日子能长久 就是砸钱砸出来 后来你没钱了 谁干呢 根本就不靠谱的事 对不对 这就这问题 然后吧 其实这个事情就关系到一致了 就像咱上个节目说的安全防范的事 上个节目里面吧 咱就讲说这个孩子 这学生 邻居 在那会儿搞这种不良的行为 然后呢 你杠不杠他家长 所以说大家有了答案 但这个呢 你说这怎么办 我觉得吧 对于这个女主播 我并不咋 那个可怜 并不同情她 虽然她是受害人 我也不怎么同情 因为这个事情本身 她就是在赌 她就是 骗你 我就骗你的钱 骗了就骗了 你能把我怎么样 你也追不回去 大不了 就算你闹上帖 我最多就是把钱退给你 你能无可 她就是赌 这小子不敢下狠手 很多事情都是这样 包括有一些 就咱们现在最近发生的这些事情 有的灭门 有的杀了好多人 是不是 这些人他其实 潜意识里面都是在 我就欺负你 你怎么过我 你不敢杀我 他在赌这人不敢下厕手 对吧 所以说呢 并不怎么同情他 但是这些无辜的人 至少来讲在街上 他开车一路远 这一趟 撞死了四个 还有十个受伤的 这四条人命怎么算 安全防范吧 我觉得没有办法 对于碰到这种事情的话 就是没招 我建议大家就是出去的时候 尽量要傻 要那个小心一点 如果你是第一个被撞的那个 那是这么一招 一点防范没有 哪怕是第二个第三个 都要注意点 一旦发现周围不对劲 第一时间赶紧 逃啊 蹿啊 蹦啊 也好啊 就像我那个同事似的 坐公交车 车翻了 他第一时间 马上就去抱住一个胖子 死死地抱着他 所以这种吧 那个开车乱撞 这种危害公共安全 咱说你给他枪毙千刀万管 没有意义 这种事情总发生 真是不好防范不好弄 只能是价带小心 就是发现周围不对劲的时候了 第一时间赶紧就往前一扑一蹿 或者是本能是看见这车过来之后 也往起跳一下 你别让那车实打实地给你撵过去 只往起一跳 也好一点 即使那个不死来个惨 也比死了强 就这样 这也真的太难防范了 咱们每个人都需要上机 是不是 而且这种事情发生又是非常突然 来不及发现 没办法 声音忽大忽小 那是你的那个手机堵成了 是不是 这种女人伤好了起来全能忘了 你说 他还会干直播的 这下脱了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受伤 会不会有阴影 咱们就猜测一下好不好 就是他这个伤了好之之后了 他肯定继承了全部家产 这没毛病呢 家里房子啥的他都继承了 然后呢 他肯定还会干直播 这回人家没骗人 存单身 这回要找着一个绑一大哥 你可以理直气壮的结婚 那你说这事吧 最原始的骗子 指不定是福师父 也没准通过这事 还过得更好 这不好说的事 然后在家里头 你说他孩子叫谁惹谁 是不是 然后那些路人 叫谁惹谁 跟这倒霉了 给他那啥垫背下来 浮过一瞬间不好弄 是事件事吧 就这么不讲理 真正惹事的人 没事 你重新上了好了 是吧 你也是 这样砸钱 不如现实追个女孩 还比较实的 他就是这样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 有的人说 为什么不得现实 现实你不太会追 我跟你讲 现实中 除非这个男的 说有一些条件 或者是挺有道行的 要不然这种美女 你搭不上话 真的 连搭话都搭不上 不是砸钱的问题 你直接拿回去了 两万块钱 是美女啊啥的 那你可能谈事 你可能不敢接你这些 他是这样的 就是这男的吧 他一定是不怎么样 要不然的话 他会干这种事吗 就是已经倾家登场了 如果他身上还有两千万 他至于干这个 这吧 现实中他搭不上话 这种女的 他最多是在大街上 能瞅一眼 人家坐这号车里面 刷下去就走了 人家都住大酒店 住高等小区 没有搭话的机会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有些女网红 人家就能这样 他有他的一个啥 存在的一个避免性 但在这就不一样了 我哐哗跟你等绑一大哥 马上两人就近距离接触了 是不是 那他俩之前 以后有没有其他纠纷 这也不好说的 你为什么能找到你家呀 他俩之前见没见过面 有没有过一起在宾馆开一个房间 然后在那打打扑克 一起吃吃大苹果 一起抽烟聊天 这都不好说 反正吧 根据通报上来讲 就是两个人是感情纠纷 为啥直接找成家呢 为啥要谈婚人家 又给二十万猜离 因为没有细节 咱们只能猜 对不对 就是说有一些男的吧 他那个 可能是有点钱 可能有很多原因 他接触不上美女 再或者他看着这美女 我就喜欢这个类型 你这番厉害呀 最厉害的是这个 是不是啊 这个美女主播牵牵挖 那些里头我就看着他了 就他说话那小动静 那小样我 我爱的不行了 有很多他是这种 在大街上你说现实中接触的女孩 那不见得是你喜欢的类型 可能头一眼瞅着比较好 接受了一下之后发现没啥意思 这都有可能 对吧 就爱他爱到死了 那就不行了 我们就是啥 你了解这些榜一大哥他的心态 也了解这个美女网红他们的心态 如果只是站在我的我们的立场上 那你这事就不能干 你就没有这事了 对不对 我一直认为榜一大哥都是自己说的 哎呦 但不全是 这东西吧 他就是没有那个标准 有的是自己来的 有的就是存的榜一大哥 那真存的 这事咱们在新闻就这案子里头 你都能看到 就是有一个 一个男的给一个女的刷了 几百万了 挪用工货 将近上千万 真有 我又说嘛 当你不了解他的时候 你觉得说这个事情放到我身上不会 那不得劲 他就看上去 你说美女主播经承你很激烈的 有好多这个主播找不着榜一大哥的 长得也不错就是没有的 因为咋的 他不会说话 哎呀 女的这个口才也是非常厉害的 你看有的女的长得挺好看的 就是没榜一大哥 有的长得平常常常一大堆 那小嘴贼会说贼会哄人 他就看上这个了 你是不是 也存在这个问题 方国胜方 为啥公交车翻了要抱着胖子 最后他胖子呢 没事 那个公交车就倒定了 倒定了 然后也没啥伤害 倒得也挺慢的 他们本能救抱胖子 铅之后那胖子直接推着 跟他截了 你抱着我干什么 为什么抱着我 就你说啥 下车走人 就抱个胖子 第一番就是 那车就是一晃一塞了 他马上就扑过去 直接跟那人死死的抱着 女人从失忆中很快会转移注意力 去注意新的目标 反而男性转不过来失忆的玩 咱这事情 对不对 你说这女的 人家没准备啥 没准后面的路更好 报复的事 人吧就这样 很难判断一个走向 最原始惹事的就是他 结果他只是智商 没说重伤 感觉来说就是伤不太大 没准这事 已经还学会了经验 是不是 有时一个最后祸手没事 死了一堆五个多的去了 还太多了 咱比如说前几天那个 杀死11个人那个 他最想报复的就是啥 那个村支书 去他家之后 村支书没在家 把别人都给干掉了 老大 跑了 鬼使神差就没赶上 那他当时已经开杀了 怎么办呢 杀完之后就发现没在家 停不下来了 对对就这样 所以说这个作案都是的 你自己设想的非常好 天天都在家 就今天都在家 就是做这事情的时候 他总会有一些意外情况 是自己考虑不到的 这回就是爱到死了 爱到死了 就比较极端 是不是 但这个事情 咋咋说 他属于个人恩怨 对吧 然后呢 他这个滥杀无辜 就是我们比较通婚的了 就说明现在一些人的心态 我们这些年 咋说呢 就从文明方面 我感觉这个文明 没咋进步 因为这种事情 它不是一个两个了 你说你为什么要报复社会 这些人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是仇杀 咱大家都理解 是不是 咱们不得罪人 就没事 那这种人啊 在街上哭通一下好几个 就算没撞死 撞得受伤了 那也给自己干出阶影来 自己活半辈子都心惊胆战 对不对 而且咱们都能感觉到 他肯定不是最后一个 后面 一定还有人这么干 那个倒霉的 那些倒霉的人是谁 谁也不知道 现在 对吧 吃大苹果精髓了 塞帮的 还我当家吃大苹果 咋的 不 我 我跟美女在那个宾馆开放间 往那打扑子不行吗 金钩钓鱼 往那就比大小 但我快乐 如何呀 不要想外了 是不是啊 是不是给他邮寄过礼物 先发什么的 会去 不知道 就你看直接找江上去 就不好说 人俩那个打不打不负 吃不吃大苹果 咱们不知道 俩人一起吃 一个大苹果 掉那块 俩人 你吃这边 我吃这边 不能过现在 玩一宿 吃一宿 那咋的 关注微信公众号江湖里外 这里的东西最好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